大家好,欢迎来到富人思维,我是阿哲。 你觉得当一个人活到52岁,人生还有机会吗? 将麦当劳以连锁店方式推向全世界的雷克洛克,创业时已经52岁。 他原本只是一位销售奶昔搅拌机的业务员,经常往来于全美各城市。 直到他52岁时,在洛杉矶东部看到麦当劳兄弟所经营的素食汉堡店,惊为天人,进而把这家店以连锁加盟店的形式扩展到全世界。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书是《永不放弃,我如何打造麦当劳王国》。 作者雷克洛克是麦当劳创办人,1902年出生于伊利诺州,从小就喜欢接触商业活动。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,他曾经做过销售员、乐器演奏家、当琴老师、车库老板和餐厅老板。 他在1954年遇到了麦当劳兄弟,他们创造了一个快速做汉堡的方法。 当时,麦当劳还只是一家小型餐厅,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 但克洛克看到了他的潜力,于是他决定把这家餐厅扩展到全美各地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克洛克成立了麦当劳公司。 他与麦当劳兄弟达成了协议,他们同意把麦当劳的管理权交给克洛克,而克洛克则同意为麦当劳兄弟提供食物和装备。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,克洛克努力拓展麦当劳的经营,并为麦当劳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品牌形象。 他设计了麦当劳标志,并为麦当劳推出了许多新产品,包括薯条、汽水和甜甜圈。 此外,克洛克还推出了麦当劳的特色服务,如自助餐和快捷服务。 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麦当劳的销售额,并使它成为美国最大的快餐连锁店。 克洛克还发明了许多专利技术,例如麦当劳汉堡包装机和麦当劳汽水自动售货机。 这些技术大大提高了麦当劳的生产效率。 在麦当劳成功发展后,克洛克决定将公司上市,并于1961年成功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。 随着麦当劳的不断壮大,克洛克的财富也随之增长。 虽然克洛克在1961年已经退休,但他仍然积极参与麦当劳的经营。 他为麦当劳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,并帮助麦当劳扩展到全球各地。 在1984年,克洛克因为心血管疾病去世,享年82岁。 他的财产被捐赠给慈善机构,并用于帮助贫困和有需要的人。 直到今天,麦当劳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店,而克洛克则被视为商业界的传奇人物。 克洛克非常坚持品牌价值和品牌一致性,他设计了麦当劳的统一服装和建筑外观,并建立了严格的培训体系。 确保每一家麦当劳的服务品质都能够达到最高标准。 此外,克洛克非常重视客户体验,他发明了许多创新的服务方式,如热狗机和汽水自动售货机,让客户能够在短时间内享受到麦当劳的美味食物。 在商业方面,克洛克非常注重创新和创业精神,他不断寻求新的商机,并把麦当劳扩展到世界各地,包括欧洲、亚洲和南美洲。 他还创立了麦当劳基金会,致力于改善当地社区的医疗和教育。 虽然克洛克在商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但他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在他把麦当劳扩展到全美各地的过程中,他面临了许多挑战和困难。 克洛克的麦当劳连锁事业在发展初期,曾因为雇佣了不肖员工,而背负了地产物业将近40万美元的欠款,被迫向供应商跟利用人脉管道借款,来应对这场危机。 但这个事件也让克洛克的团队,建立了进行大笔借贷的勇气与经验,推动了麦当劳随后在1960年代的高速成长。 然而,麦当劳也遭到了许多竞争对手的挑战,包括汉堡王和肯德基。 这些竞争对手为顾客提供更多选择,并提高了服务品质,使得麦当劳的市场份额大幅下降。 此外,克洛克在麦当劳的经营过程中,还面临许多法律争议。 例如,他与麦当劳兄弟在授权协议上发生了争执,最终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。 幸运的是,克洛克展现了极高的决心和毅力,并不断努力改善麦当劳的经营。 他通过创新和创业精神,使麦当劳重新站稳脚步,并在竞争激烈的快餐市场中脱颖而出。 尽管克洛克在商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但他一生中也有许多失败的经历。 例如,在1930年代,克洛克曾经经营过一家钢琴老师业务,但因为经济衰退,他最终被迫关闭了这家生意。 此外,克洛克还曾经尝试过其他的创业项目,例如销售汽车零件和餐厅业务,但这些项目都没有取得成功。 不过,这些失败并没有让克洛克气馁,他依然坚持不懈地追求梦想,并在1954年遇到了麦当劳兄弟,从而开启了麦当劳的成功之路。 因此,我们可以从克洛克的人生故事中,学到一个重要的启示,即使失败了,也不要气馁,而要坚持不懈地追求梦想,直到最终实现成功。 严格说起来,克洛克并不是研发出这个餐馆和餐点的人,而是源自洛杉矶东部的麦当劳兄弟。 克洛克将其发扬光大,过程中因合约争议,历经许多波折才完成,如果不是他,或许我们就看不见现在的金拱门了。 令人折服的是,他秉持着奉行一生的名言,并实践在这场商业版图上。 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开创麦当劳时已经52岁了,正是别人规划着退休生活的年纪,而他的心境却丝毫没有受到年纪的影响而退缩。 反而是仅仅把握机会,发挥了独到的眼光,探出这家餐厅的潜力。 这或许和他多年来从事业务工作所累积的思维有关,能看准某种特质来挑选伙伴和加盟者,能以严格的标准把关分店的品质。 即便加盟者是自己的好友,他也会直接了当地点出缺失。 不仅如此,他也相当清楚一间成功的连锁店需要具备什么条件,才能克服各地的法规、地理形式、气候因素等,顺利实施原汁原味的标准作业流程。 更重要的是,他将麦当劳与家庭聚餐的氛围凝聚在一起,塑造一种无形且愉悦的服务形象,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喜欢麦当劳。 最后,送给各位书中最让我喜欢的一段话。 勇往直前吧! 世上没有东西能取代坚持。 才华无法取代坚持,图具才华却一事无成的人比比皆是。 资质也无法取代坚持,空有资质却不懂利用的人不胜美举。 教育无法取代坚持,世上尽是受过教育的败类,唯有坚持和决心,方能无往不利。 好了,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吗?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,如果今天的内容有任何一句话对大家有帮助的话,请帮我订阅按赞,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!